那我们为什么每次写这个函数的时候都要写这么一句带忙啊 很难啊 为什么这么写的 首先我问你演示一个效果 什么效果啊 我随便写的 Test 我一本 我这么一写 你看我是直接不要太三书 但太三书有东西吗 有声明 跟你有什么呀 有定义吗 没有吗 你看啊 如果我是放到后面 void Test 如果我有写这个函数定义但是没有写声明我们知道他就报错了 还记得吧 CZ啊 是不是有一个error啊 对不对 只让你写的函数定义而且你放到前面并且没有写声明 他就报错但是注意了啊 我刚才一直没讲的东西很难 上调 我现在有函数定义吗 有没有函数定义 没有 有函数声明吗 没有 来 编译一面一面 敲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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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印象 应该是编译 看到 我在演示一下 那为了让你搞清楚 刚刚有些东西有敲太快了 那 刚刚啊 我们如果有函数定义但是没有声明的情况下 你放到前面调音的函数是不是报错啊 CZ 降C 第十几个 16个对不对 一敲 是不是报错啊 再看看啊 现在注意了 一样的 我把这个删掉 现在有函数定义吗 没有啊 没有看到 CZ 降C 识别一样 一敲 看到 有错误吗 没有 是没有错误吗 怎么这么神经啊 刚刚 我是写了函数的定义 写了函数定义的时候呢 我们一写编译 是不是报错啊 但是 我把函数定义删掉 我再编译 他就不报错 仅仅是一个警告 这个东西不用去死 知道他会这样子干的行 好吧 也对是 如果你随便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 写个括号 编译系不关你 他是不关你 听懂吗 为什么不关你 他觉得你这个乱打一块给你一个紧刀算 所以 但是如果你 你这个函数后面是有定义的 编译系也不是盖的啊 他也知道你后面是有定义的吗 他知道你后面有定义 你后面定义了 你放前面掉用 又不声明 就报名错了 但是你连定义都没有 你连定义都没有 你乱七八糟乱写 他不怪你 听懂吗 他怪只怪什么地方 你明明定义了函数你却不声明 我就管你 所以 但是我现在是没有定义函数啊 所以你这么写我不怪你 是仅仅是一个警告 对不对 所以仅仅一个警告 看到 所以我们得出一个结论 如果我们当前这个代码里面没有函数定义 只写函数名的话是仅仅是一个警告而已 是的 但是请问 虽然我们程序只是个警告 既然是个警告 点欧文件是肯定有 对不对 请问我们的程序能链接成功吗 肯定不行 因为链接会检测什么 函数的定义成不成的 所以如果我们来个链接 16来个什么 点欧马一超 是不是链接出错了 是不是这个东西没有定义啊 这个东西没有定义啊 是不是 完了吗 那完了之后我要求你们知道什么 我要求你们知道的 如果 我们当前文件里面没有函数定义 但是你硬要调论这个函数 它只是编译的时候 只是一个警告 是什么意思 所以看到 想看什么 现在搞清楚 这一点就 我再给你看一下这个文件里面是什么东标 给你看一下什么东标 这个文件在哪呢 很简单 我找给你看一下 在什么地方呢 来桌面 也不是桌面 来前往 到我们 电脑吧 电脑 来这里 这里有个什么 有个资源库 我现在这里 它是个隐藏文件能的 隐藏文件 哎呀我要把它搞出来了 这样 来看啊 我现在呢 已经放到我这台电脑的共享里面去了 就是这个 PVD看到 这PVD是后面 很后面的PVD 是我们IOS开发的PVD 这PVD里面我就搞了一些隐藏指令 跑不来 跑不来之后呢 我现在啊 打开我们这个文件 哎呀怎么这么卡 关掉 打开这个文件 嗯 要我用机啊 打开 看 在什么地方呢 在哪呢 在这里 这里是有些指令了 显示MAC隐藏文件的秘密 是不是这个东西 看到啊 所以我把这东西 拷贝一份 拷贝一份之后呢 关掉 不要了 不要之后呢来到我们终端 这里面是把这个指令输一下 再comman回一下 看到这个指令了吗 是不是 显示所有文件 YES 好了吗 注意 好多钟人家做一个操作 重启你要翻的 怎么重启翻的呢 这里是不是不是重新启动啊 重启怎么在电动重新 强制退出这里 这里面是点击翻的 重新开启 点击重新开启 为什么重启翻的呢 翻的显示我们文件呢 你肯定要重启一下 隐藏文件才能出来 好了 所以第一个是敲指令 第二个呢 是不是重启翻的 翻的重启完了 点击我们翻的 看到 再来到我们什么地方 再来到前往我们的个人电脑 一来电脑你看 是多两个白色的东西 书代表是隐藏的东西 来来到我们 硬盘 跟东西 你看跟东西下面是一道的一 白色的文件 这些是隐藏文件 那究竟我们的投文件 在什么地方呢 也就是我们这个 sdl点击在哪 其实它地方多了很 首先第一点 有一个在这里 us 这里是有个lib 这里是有个lib 这是还有一个影棚的 对 你可以看到 影棚里面是很多点 是文件的 看到吗 那很多点是在哪个呢 我们是敲一个什么 s 敲个s 敲一个s 敲个s 开头代码 文件 往上走 这么难找 看到吗 看到这个文件没有 对不对 这个文件在这里 它是隐藏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敲给你看看它里面什么东西 来打开它 用机一下 打开 一打开这个投文件 你看是不是一大坨就湿 往下走 往下走 来往下走 投下来 哇是不是很多 你们看不懂的文件 算了 不给你们看 往下看 往下看就行了 往下看 我现在找什么东西 我现在是找跟我们profil相关的东西 它里面是肯定有一些东西跟profil相关的 不然我们老师包含这个文件干啥 是不是 所以想一下 我们这么的这个指令一写 是意味着把这个文件的所有内容 都拷贝到我们这个位置 这一段 OK好了 好了就再看啊 那我们找什么 我要找找给你们什么东西 我要找的是这个 这么多 差不多了 请问这些是什么东西 这些是什么东西 告诉我 对没错 非常好 寒数的声明 你不理的是吗 寒数反文之类型 寒数名 寒数的参数 是不是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指针 这是指针 总之这个是参数嘛 对不对 好了 再看啊 往下走 往下走 所以你想一下 这个文件里都放了什么东西 寒数的声明 是放了一些 系统自带寒数的声明 再往下看 找一找 找人家 看到啊 什么地方 看到这个玩意了吗 看到这个玩意了吗 Print 这是什么东西啊 是不是 Print 寒数的声明啊 是不是啊 所以你想一下 我们包含这个文件的目的是干啥 是不是把Print 寒数的声明 你考过来啊 只要有一套声明 编译器 甚至不会警告 也不会报错 听到我一声吗 搞定了吗 所以 所以拷贝这个文件干啥呢 我再说一下 我们include 这个stdio tdio.s文件的目的干啥 啊 目的啊 我们现在的目的啊 按照现在的目的 我们现在的目的是干什么 是不是拷贝 Print 寒数的 声明啊 注意一下 因为我说过 只要你有了寒数的声明 你掉那个寒数是不再会有警告 也不再会有什么力量 是错误的 但是 你想一下 当我们真正链接的时候 它是会检测这个寒数的定义 什么样 但是这个寒数的定义 我们有写过吗 这个寒数是你写的吗 不是 但这个文件里面有寒数定义吗 只有什么 声明 但是有人觉得奇怪了 那现在只有声明 你怎么可以成功 我说过 链接的时候 他做什么事情 是把 C元寒数库的东西跟我们合并了一些 所以链接 其实就是把这些Print 定义拿过来 听懂吗 那既然这个函数一拿过来 那链接的时候你检查 这函数定义是不是有 听懂的意思没有 那行了 所以这样搞过来中了 所以我们链接是完全没问题 所以我一旦强调 链接是把 把C种自带的函数库的东西啊 也就函数定义啊 拿过来 跟我们这个函数合并在一起 生成一个可执行文件 选一看 你完了吗 OK好了 那有没有觉得 之前呢 我是做过一个操作 把这个注释的 好像也如此成功 对吧 有没有印象呢 谁谁 让谁 我们第16个 是不是点C 我现在编译呀 你看编译 现在我见了这么一个编译 会不会报错 会报错 不会 为什么我刚才已经输了很不变了 pesta 破号 叉叉叉叉 破号 这个会报错吗 不会我说过 只要我们这个文件里面没有这个函数定义 你随便写一个函数 他就只会做一个警告 试试 那意思就是 我直接写prinfo 他会报错吗 不会只是一个什么警告 听懂了吗 只是一个警告所以 因为我们这里是没有写prinfo定义 直接写prinfo所编译的时候仅仅是一个警告 听懂了吗 仅仅是一个警告 不就完了吗 搞定了 但是看到链接买个16 16是不是买个减后啊 链接一敲 是完全没有 为什么呢 跟我说了 链接的时候 他是把c元函数库的一些定义 合并在一起 所以是有这个函数定义 就不会报错了 完了吗 去听懂的意思吗 好 所以我们c元 运行的一个原理 现在我们更能理解一层了 啊 稍微有点理解了 对吧对不对 为什么他我不写函数定义也能搞定呢 很简单 就是因为链接的时候他把这个函数定义搞过来了 但是编译的时候我们是把他声明搞过来 是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编译需要检测语法 对不对 是意思吗 只要我们有了函数声明啊 你再写一个函数啊 是不是编译的时候就完全没有警告 也完全没有错误了 -c 来个16 我这么一敲 哎呀写错了 应该是cc-c-c 对吧 cc-c-c 就是编译啊 只要我这么一敲 我这么一敲 是完全没有警告 跟错误了 为什么 因为有函数声明编译系 很笨的以为这个函数是存在的 既然这个函数他这么一敲 我这么一敲是完全没警告 跟错误了 所以但是如果我把这就是了 编译系找不到这个函数声明 并且找不到函数定义 他是不是会发出个警告 这函数可能不存在 这一道 好了吗 所以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们提议 是不是就有个警告 但是不再说 我是说我 对不对 那实际上呢 如果我们进行这个链接操作 他就会把这个函数的定义 拿过来了 所以我们程序就能成功 运行了 是不是 完了吗 所以现在对于这个C元运行过程 应该有更深的理解才对 如果没有更深的理解 说明你根本不知道什么东西 完了 好吧 所以这个是影科目了 影科目中理解没有 就是拷贝右边文件内容 到了我们影科目这个位置 是完了 对 但是有个区别 如果是自己写的是用双鱼套啊 系统自带啊 是用剑套啊 你完了吗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影哭嘴 其实它不简单嘛 就是拷贝文件就用到这里嘛 再加上你对函数的声明 函数定义的一个理解 是完全很理解 为什么我们每次写本法函数 都要写这个东西来 现在一个理解的哈 如果还是不理解回去看视频 我们下一个转换的 下一个转换的 我们下一个转换的